Linux.com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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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次的例示箱是什麽 就是上年出來的 就是Kima ARKK的返向產品 就是SARK 我觉得未来 如果真的要在美股如何设置仓 这一刻很简单 我會建議就是買納紙沒有槓桿的正向產品 再配上 SARK 一些典型的 pair trade 講到 SARK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手上看它的十大持倉股份上 除了 Tesla 之外 全部都有機會嵌那些相關的股份 就是我們講的短線不要碰相關的持股比例 那些相關的股份上 Tesla 現在講的佔比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 ARK 最風光的是Tesla 佔了10% 或者有這麼強勁的優質股 它的表現當然好 現在講的佔比壓到達8% 而正如頭十大大約是40%多的股份 好像 Coinbase、Suma 或者剛剛第三位那些 根本就是港股平安好醫生的朋友 全部共通點沒有盈利能力 所以就算市彈 它也未必彈得很多 但是當然跌得那麼多的時候 你短線如果你做任何投機部署 一旦真的夾這些股份上 兩成是有機會有 但是我覺得真的未必彈得到 所以短線在駁這些有個很明顯 就是你如果反過來那套 ARKK 有個很漂亮的下降軌 跟人家 SARK 就會有個很漂亮的上升軌 我覺得彈得不多 所以如果你短線做投機部署的話 你可以在駁這些相關的ETF 可能短線來說要跌多一成左右 不難 可能納資不用怎麼跌 但是說這些泡沫的科技股 就有機會更股 所以如果從一個最簡單的投資角度上 今年美股我覺得一個最容易的討論 就是買納指 買SARK 5050 那就有個很穩定的回報 我暫時的看法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如果做短線投機部署的話 少許試試一下SARK 雖然當然說你從推出之後升了很多上升 但問題是叫得泡沫 就不會只是跌五成那麼簡單 如果看ARKK 沒錯 由高位跌了差不多五十多個百分 但問題是我們預算這些東西落到高分底 如果ARKK落到高分底的時候 還可以跌到五十多個百分 所以是很誇張的事 所以分注給納五的四十多期 或者是例子股角度短線都還可以試一下 至少顧你者 我會覺得好過顧納指 好 那麼買入價是否現價呢 即是上個星期五收時價 49.36美元 是否一個好的買入價呢 要不要等 沒有好的買入價 是 因為任何股空部署都是 如果純粹只有一個目標價 買入價指設價來看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如果你說用一個 即是你都不清楚 剛剛我講的那些什麼內容 純粹拿個價格在上面 即是等於257的道理一樣 你不要賣算 因為最後你變成倒鐵給我 但是問題就是 短線你說最值得去沽空 或者覺得有條件看淡 或者如果你沒有看淡的事 覺得一些東西需要調整 應同剛剛說的東西 SARKK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或者你說手上有兩美股在身 你賣一些SARKK做一下對沖 沒有問題 但是短線如果在投機部署上面 跟剛剛的道理一樣 因為這就是反向產品 所以說它會升上去 那些東西在下跌 同樣道理就越低 夾得越多 到時候去搏就越好 或者上升軌上面 47元或者48 46元左右這些位置買 互相都比較安全 但可能跌不下去 到時候你只會錯過了 就是個個案 像小米類似相似一樣 但是未必真的有一個很漂亮的位置來估計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定一個紫舍位 所以如果紫舍位還有一成左右 一成 你在鑊的不是只有一成左右 用來放的 短線可能隨時有一成 短線就是一成鑊一成左右 因為真的跌了很多 不會特別高直鑊率 但是起碼我經常說 升跌的可能性不是50 這一刻跌的機會仍然比較高 是 短線例子股 你可能一成就有提供 但是如果放整個2022年的話 你可能這些位置還是有興趣的 只要聯儲局仍然是位置 一個比較鷹派的立場 可能真的調整調整一下 去到高分前的位置 AROK可能下40幾元 這些位置可能就有三四成的利潤 所以我覺得 今年來說 我想在美股上要去做對沖 SAROK這個產品應該是首輸 其實你看看資金流度也是 越流越大 你看看成交量是高的 所以我覺得 除非你今天有什麼改變 就是市場對科技股的看法改變 還有乾媽的態度 就是Catherine Wood的態度 有些很大的轉變 只要它繼續每次出來 說一些很誇張的言論 其實有一個轉變給你 你只要看到它在說一些很離地 不是現在市場在想的事情 基本上它手頭上拿了一些資產 泡沫的風險只會不停地增加 你繼續每次在說 Bitcoin會說16位數 或者說市場仍然會有通縮的話 其實為什麼ARKK過去一年輸這麼多 原因就是它看賽 不過它要堅持 沒有問題 它堅持的時候 最終就是泡沫 就是它不介意有泡沫風險沒有問題 可能長遠來說是對的 但是我們做一些短線部署 或者短線做對沖 這些就是最好的對象 所以 是 幫觀眾問 你說短線預期一成回報 你的短線是精悅 還是第一季 可能幾分鐘錯誤回來已經是 就是我們說這三天內 說發生什麼事 或者導致蠟子會不會達到3%再回落 是真的猜不到 而講ARKK的好處就是 跌的時候跌得比較多 升的時候一定是沒有蠟子升得那麼多 所以我們覺得很多人買反向產品 這些時候買SQQQ3倍 蠟子反向就可以了 其實你看看這半年 你看SARKK的整體升幅 不是這半年由它推出了這兩個月 這兩個月美股跌了很多 蠟子快點欠陷入技術性控制 你做三倍 其實那個回報和SARKK差不多 既然都不需要做槓桿的情況下 因為主要的問題就是 這隻ETF本身拿著很多 就是我們叫做會Bubble 是屬於Bubble的相關股份 如果它還拿著很多 好像蘋果、Microsoft、NVIDIA 我就不會主張叫大家去搏它 但是問題你如果看著 就是在十大次倉股份上 很多都是說Zoom 那些是在疫情的時候很受惠的 但是當現在市場開始理性的時候 這些股份最大機會還是繼續有調整 更深一點 可能市彈也未必會彈這些股份 甚至一出業績 有些什麼差事像Tesla 自然會調得比較深 所以說直博率這件事就會比較高 什麼時候回答不了 如果你的心態上想什麼時候 真的不知道 投機部署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問題就是短線最底博的確是你跌 所以你要去試 你可以在注碼上控制風險 那時間點就給你 我們在徵月尾的時候 我們在徵月尾的時候 可能下一個月帶回來已經吃虎了 所以你問我什麼位置目標賣入 我最多給一個好少少的指示價 可能是說一成左右 42、43元的位置穿了 那就先投降 但可能那些位置賣才做 所以這些很難短線 就是用了什麼目標 看市場氣氛 是要自己消化一下 剛剛我講的那些東西 究竟是發表什麼 但是你說 我之前說短線最底博 或者最大直播 就是這類型的相關產品 或者這類型的相關股份